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希望新時代系列的第一場 那就是談這個有關 談民主制限的問題 那我們今天很高興 有請到三位隱言人 隱言人從我最右邊的就是廖特老師 王思維老師 高中川老師 宇團就是立委 鄭麗君 顧仲王老師 徐偉琴老師 那我們今天是4月10號 三天前 就4月7號 鄭南榮 為了堅持他百分之百 言論自由 自粉迅難的27週年 自粉迅難 一個關鍵點 就是他自粉的前一年 1988年 自由時代週刊 刊登了許世港教授的台灣共和國憲法草案 導致隔年他 因為堅持 打運之百言論自由 拒絕被中國國民黨拘留 所以他自求在他的雜誌社裡面 自 那我們的展望新時代 系列的第一場 特別 在他 遜難失業7號後的 這個週末 第一場 談自宣 紀念他為台灣所 付出的 所有的經歷 甚至 犧牲他的 生命 那我們知道呢 談台灣 憲政改革 改革 或者自憲 已經 非常多年 而 這個呼籲 台灣要一個 有一個 憲政 憲改的 最早就在1964年 彭明銘教授 他的 台灣人民自救 宣言 他上面呢 其實就有什麼樣 宣言裡面就有說 要重新 制定憲法 已經呼籲 但是沒有那個憲法 裡邊的 條文 那 鄭南龍的時代 周刊呢 是第一次 把 台灣 未來要做一個國家的憲法查案 提出來 那從 鄭南龍以來 我們有經過人民這些會議 多次了 然後 台教會本身呢 也在2004年 然後 2014年 也都有出了 這個 憲法的查案 然後 318 太陽花運動以後 我們也有 很多公民團體 也在去年的時候 在這個 公民 憲動 還有這個 全 全憲們 包括台教會 整個團體 包括近明年的團體 又召開一個 全國的 憲改藍塗 會議 所以 30 30多年來 台灣人民呢 在 憲改這部分 已經寬心 但是我們到現在 還沒有完全 成功 所以 憲改的 不只是 一個 社會問題 一個 政治問題 也是一個 政治運動 全民運動 我們要讓 全台灣的人民 了解到說 台灣 需要一步 跟台灣這一塊土地 人民 有關係的 這個 一套 一步憲法 那目前的 中華民國憲法 基本上是 外來的一個 憲法 他在台灣 基本上 以台灣教授協會的 立場來看 他是一個 違章建築 因為 因為 1945年 中華民國 來到台灣以後 他是接受 盟軍的 軍事佔領 並沒有擁有 台灣的主權 所以 那個時候把 中華民國的 憲法 移 直到台灣來 基本上 是不 不合法 所以 一個 違章建築 不管 裡面怎麼改 還是違章建築 那我要想辦法 怎麼樣來修 把這個違章建築 改成說 是合法 跟台灣的人民主義 相結合的 真正可以代表 台灣人民的憲法 當然 憲法的改造 不是 一觸可承 不是說 條文 然後大家 來 公民覆解 要有一定的 程序 所以呢 過去二三十年來 我們還沒有辦法 凝聚 全台灣人民的 自憲 一套新幸福的共識 那在這段 時間裡面 我覺得 很多人慢慢覺醒 我們應該 開始 凝聚 凝聚 所有的力量 公民團體 人民 跟政府 有關部門 來好好面對這個問題 讓台灣 的自憲運動 能繼續向前走 只有在凝聚 全民的共識 由下而上 弄出 一套 複合台灣 的這個 憲法 然後呢 我們才能 真正的 以台灣 一個主體性 以世界各個國家 包括中國 日本 美國 有一個 相對等的 地位 而不是 在一個 中國 一中的框架下 在這邊 不曉得 猶豫不決 很難跳脫台灣的 一個主體性 那以上 我簡單的 介紹今天的 這個 主要辦這個 活動的原因 那接下來呢 我們要請這個高人 川老師來 應援 但是高老師要用 PowerPoint 所以我們就 先下請他 用PowerPoint 讓我們講 謝謝